昨天入住在農場的酒店 我住在16樓 10分鐘車程 今天去天門山 天門山 999到天氣 接著坐鎖道 上去 鎖道也有分快線和慢線 我現在搭的是快線鎖道 到鎖道入口了 廁所 那邊還快 哇這個都是這樣 哇 我換著手給你 好小哦 哇好大個物 啥都看不到 先起飄飄 哇 剛才下面焗到死了 接著我爆炸鎖道 上到來 好涼爽啊 這裡 山上很涼快 上來的車路是這樣的 我覺得好像上了天堂 據導遊說 之前呢 是大巴車直接上來這裡 沒有鎖道 但是後來呢 出了幾次試鎖道 這個老闆就找了這個 風水大師 就安排了這個廣場的鎖道 自從九福十三灣出現了很多次外 之後呢 老闆就找了風水大師 在這個廣場 在這裡加了金木水火土的五行鎮 你說爬上是不是傻了呢 怎樣爬 有電梯 坐電梯 坐電梯是整個顏色 坐電梯都坐了很久 很長很長的電梯 很多折 各種類型的天然山 有滑翔山 電單車 跑菇 什麼都有 就知道走完電梯 又不知上了多高 跑菇大賽 是不是真的 這樣跑進去 哇 他們真的走九八九十九級樓梯上來 真是 真是 遠了 我們坐電梯上來 你看看剛才的廣場 是否行行行不凍呢 出這個 穿山浮梯 哇 這裡好多人挑戰這條天梯 現在繼續上扶梯 上山頂 什麼時候才上到頂啊 走了十條 有多了 十幾十條 這個電梯 出之來到山頂了 未從山林 可以吃早餐 不吃早餐 不吃早餐 又不算貴 五十幾元 三號到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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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仙境一樣 他們去行山 我不走 徒手電梯 下山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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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上來 現在下山頂 剛才兩條上來 一條下山頂 下山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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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 回到廣場 哇 你看 這裏 很美 你看 你看 這裏 現在這裏 走進去 這個洞 以前就是坐車 坐這麼多個彎 來到這裏 最後一個 站 就是在這裏下車 落到地面 接著享受 正常的價錢 三元條 六手三十條 上面的夜櫃就定了 湘西州安排了一位 苗族的一位 講解員 苗族阿妹 那麼接下來的工作 我會直接交給他 帶領大家去玩 歡迎大家前往去到我們鳳凰古城做客 同時也非常感謝您此次的旅程 選擇了我們的山西 選擇了我們的鳳凰古城 因為就是有了大家的到來 然後給我們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同時呢也帶動了我們這個地方的經濟 我是兩個孩他媽 所以呢大家如果願意的話 也可以入鄉學俗一回 稱我為阿朵 就是你們叫小姐叫女士 我們就稱之為是燈泡 所以如果大家願意也可以叫我和燈泡 也可以 那女的叫燈泡 男的叫什麼呢 所有的男的 你們叫帥哥 我們叫泡菜 這裡原來叫什麼呢 叫王村 三橫一束的王村落的村 叫王村 最早是土家族最高領袖 土思丸所居住的村落 然後後來呢因為由謝忌導演 劉曉慶和江文主演 在這個地方拍攝了一部電影 這個電影的名字就叫做福榮政 然後這個電影成就了劉曉慶 也成就了咱們這個地方 現在手機啊這個路由的 那他那個可以多長時間 這個很久 這個叫什麼東西 這個叫啊這個是DJI的 DJI DJI就跟這個飛機和無人機的同一個排 你聽過沒有啊 無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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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機這個DJI這個大將 大將 大將 我們的建築格式基本上都是這種跳腳樓 也叫做橄欖式寶屋 但是現在看到的這個是屬於大漫漫廓的人家 噢啊燈泡 燈泡 你女掛 這裡比較潮濕 真的很潮濕 我十三度 我快好大 真正的我們的普通的老百姓的居住的就是像這樣子的 張欖式寶屋 然後一進門的話呢就是看到的是天地國卿失位 啊 竟然有天主教堂 吳擁古鎮 歡迎大家來到咱們馮鎮旅遊度假區參觀遊覽 我是馮鎮景區內的講解員 那麼接下來就是由阿妹帶大家去探索八百年土司文化 理念兩千年土家風情 白手堂 他顧名思義就是跳白手舞的一個神堂 所以說呢咱們剛剛了解到那名西州同柱 他現在就是咱們國家老村最圓的一根同柱了 聽見一句點 銀色古相 哦 就是这部电影了 一厨 八厨 三厨 哇 好漂亮哦 这个瓶子 哇 这个瓶子这么漂亮哦 这个瓶子很奇怪都变成本 好漂亮哦 这个瓶子 很有 staan 看到彩虹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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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strike 一個瓶子的 none龐流 全都看到是很漂亮哦 不然便 going来看出来拍电影 真人啊 真人啊 活的 你看他在洞下面 你看他在洞啊 要回草巡 这么快便到了 好了坐完船就离开芙蓉古镇 就搭车 接着下一个目的就是凤凰古镇 我们出驾时候的哭驾 有听过哭驾吗 但是如果他们在家里朝鲜还可以的话 那您可以多努力一下 多奋斗一下 看可不可以哭得到更好的 更多的一些个驾桩 然后是真的但是哭到了一台洗衣机 在我 在我02年结婚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脑海里面 有没有那个概念 就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 洗衣机也算是比较大件的东西 那个时候的电器 好像还要贵哦 电器好像到今天现在不值钱了 这是游客中心 哦游客中心 哦游客中心 待会我们乘这个什么车 大巴车 大巴车 去搭车 现在去搭车 哇好漂亮哦 凤凰古城 中心 中心 一一一熟 在五楼 那就给你一个 十一一份 好的 然后你们是 三两只 就算了 到存在 直播 和 对 对 感谢观看